接下来的挑战者 有中华第一棋的美誉 在很多的场合 他们都代表着国家形象 他们究竟是谁呢 我们一起到挑战现场看一下 刚刚小萨说的中华第一棋 就是国宾护卫队 现在我正在前往 他们今天的挑战场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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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什么 他好 他是来 选大 我盯着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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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队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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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身边就是我们吴京北京总队直勤第七支队里滨大队长高峰队长 高峰队长欢迎您 您好 您好 在我们的挑战开始之前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国兵护卫队 好的 国兵护卫队主要担负来国访问的国家元首 政府首脑等政要在行使途中的礼宾警卫任务 这是我国给予到访外宾的最高礼遇之一 也是外宾踏上中国的第一道礼遇 既是给来访的外宾以最好的护卫和礼遇 同时也为我们国家的外交发展助力加油 是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今天参加挑战的国兵护卫队队员好吗 好的 来 这是我们国兵护卫队的王磊队长 王磊队长您好 主持人好 您好您好 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参加挑战的队员们 好的 今天我们共有十一名队员参加到今天的挑战 十一车也是我们平时护卫任务中最常用的护卫规格 在护卫任务中队形是保证外宾安全的基础 监距又是保证队形整齐的核心 平时训练中这也是我们比较难的一个环节 那今天我们的挑战项目就跟精准监距有关 接下来我来说一下今天我们的挑战规则 国兵护卫队队员要分别经过1.5米和2.5米的两关不同间距的极致考验 在每一关考验中 十一名队员以间距校正点指定间距行驶 经过若干干扰向后 必须保持队形按指定间距通过激光间距验证点 两关全部通过则为挑战同工 若有任何一名队员在中途掉落独木桥 触碰障碍物或者未通过间距测距 均为挑战失败 那王队长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一起给你们加油 希望你们挑战成功 下面请主持人随我到终点的高台去见证这次挑战 好 加油各位 降丰降音 恭喜 崩天 returned obst传人 我们准备好 我宣布挑战开始 你也可以去干扰 叫正点 没错 我们现在的队员已经 从一次队形出发了 通过叫正点 马上变成了我们的护卫队形 就像一个箭头一样 对 护卫队形要通过我们的独木桥 第一关的独木桥 桥面宽只有20厘米 而车轮的宽度就有18厘米 要在保持队形的情况下 通过独木桥 是对国兵护卫队队队员们 驾驶技术的极大考验 稍有不慎 就有可能掉入桥下挑战失败 现在已经上东木桥了 这个东木桥 一下把他们间距全打乱了 下了东木桥 你看他们马上要变回一部队形 就说他们要回到刚才那个间距 独木桥到验证点只有30米距离 从最后一个队员下桥 到整个队列到达间距验证点 只有7秒钟的时间 这么短的时间内 要靠记忆的感觉 把队列恢复到1.5米的间距 只要有一个队员没有调整到位 前方障碍阻碌器将不会收起 急调战失败 通过这个间距测距点了 看看激光测距能不能通过 好 没问题 过去了 通过第一个间距撤距点之后 要通过转弯 转弯之后要马上进入第二个间距的校正点 通过第二个2.5米的间距校正点之后 护卫队要连续穿过两个干扰项之后 再恢复队形通过验证点 翻倍的干扰项目 更长的干扰时间 他们能最终通过验证 挑战成功吗 现在我们进入了第二个干扰项 第二个干扰项跟第一个就不一样了 第二个干扰项是一个组车杖组成的路障 第二罐的钢铁路障不满钢丝 而且路障中流出的通道非常狭窄 护卫队员们要在里面穿行通过 考验的不但是他们精湛的驾驶技术 更是对他们心里的一个极大考验 这个路障也很窄 你看我们的路障上还有尖刺 有尖刺 对我们队员的心理已经造成了非打仗的一个压力 嗯 但是看啊大家这个控制车速控制 进去控制得非常好 非常漂亮 我们的队员通过我们的第三个干扰项 直角掉头 最后一个干扰项玻璃直角 是整个挑战中最难的一关 11位队员需要正细如一的进行直角飘移 转弯通过长度4米的玻璃通道 在转弯过程中 如果队员动作不能一致和精准 碰碎玻璃 碰掉鱼缸 或者油脚吐地 都将导致挑战失败 哇 哇 哇 关键的一个直角掉 好像大家一起掉头 而且中间的障碍全都是玻璃 好 现在它们平起 现在应该保证2.5米的间距 看它能不能正确的顺利通过 一张漂亮 非常成功 哇 一致成功 好 现在又一些极限的神 让大家排上一排 我宣布本次挑战成功 好 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心超澎湃 现在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们的国民护卫队 国民护卫队的11名队员即将出发 前往我们的演播室现场 我们一起期待了 各位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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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兵护卫队赶往节目现场的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一起来见证一次他们执行过的真实的护卫任务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钓鱼台国兵馆 那等一会呢我们的国兵护卫队就将从这里出发 来完成一下护送外国援手的重要任务 我将全程跟随国兵护卫队见证这次重大的外兵护卫队 不是说是钓子吗 不是说钓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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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钓子吗 之前的说钓子吗 是钓子吗 我还是钓子吗 钓子吗 现在是不是已经出发了 我们看看 没错 现在已经队员加上车 已经向我们终点首都机场 开进了 现在我们的护卫主名队员 已经列阵出发 我们非常期待他们接下来的表现 我们要全程见证 是 赵队长 咱们在训练中 包括挑战过程中 看到他们很多严格的标准 还有很多非常严苛的训练 这些在我们的实际护卫的任务中 也会体现吗 没错 这是我们护卫队员 能够完成护卫任务的一个基础 我们正常护卫 在护卫过程当中 队员之间的间距是1.5米 与我们主宾车的间距 是10米到15米之间 在高速行驶的情况下 程区道路训练 要保持60到80公里每小时 我们的高速训练 是80到120公里每小时 在高速的情况下去 完成这个标准和落实 应该说是非常难的 这个间距必须控制得 非常的准确 没错 现在我们车队即将驶入 我们今天护卫的核心路段 就是长安街了 长安街是见证 中国复兴之路的中华第一街 在这条街上 有很多重大的国事活动 比如说我们的阅兵仪式 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今天我们再一次 护卫外宾通过天安门 这是我们自己值得骄傲的一部分 来大家看现在我们的护卫车队 正在驶过天安门区域 通过天安门 天安门是新中国从建国到复兴的历史见证 凝聚着全国人民的情感 是我们中华儿女 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坐标 对于外宾来说 也是新中国的象征 通过建国门 通过建国门 只是我们这整个路线的前一板 因为它还有一个大幅度的一个转弯 也是对队员的一次讨厌 在盘球过程当中 它是我们摩托车和国宾车队的 一个配合 这样的话 我们每个队员 在我们盘球过程当中 既要注意利用我们的后视镜标棋 又要找到我们前轮和后轮的标记点 保持对正标棋 但是不管怎么变化 大家的一个间距是不能变的 对 间距是不能变 我们必须要用高规格 高标准的方式 来对待我们国家的外面 接下来更难的就在前方了 因为我们知道前面就是三元桥区了 到了三元桥区 有六辆咱们的摩托车 要加入我们的阵型 那叫机车 现在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队形的变化 之前处于后面的两辆车 迅速往前提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大V 三元桥出位 准备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三元桥区 另外六位先期到达的 我们的护卫队员已经在严阵以待了 远远的我们看我们的国宾车 马上就要过来了 马上就要过来了 这时候我们的六辆车 要只是一个小的加速 起步 停 好 现在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队形的变化 六辆车迅速靠近 一边三辆 保持一个非常漂亮的间距 然后护卫在我们的国宾车队的两侧 没错 这次的护卫任务完成得非常好 能说是一气呵成吗 可以 非常完美 非常完美 也看得出来队员们之间的默契 我相信正是因为他们在训练中一次次的挑战着不可能 才把圆满完成任务变成了可能 是的 这也是我们日常训练的颜柯才能达到的标准 我们的原则是即便是第一次也要达到万无一失 现在我们马上要到达每次护卫任务的起点和终点 首都国际机场 主持人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专机楼 那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第2318次国宾护卫任务即将圆满完成 主持人 您看我们国宾护卫队的护卫任务越来越多 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国家全面对外开放的程度越来越高 我们结交了更多的朋友 我们对外的合作越来越多 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 我宣布此次护卫任务圆满结束 好 太好了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此刻你们的耳畔是否已经听电了我们 博冰护卫队摩托车的轰鸣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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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也再次欢迎国民护卫队 来到挑战不可能 好 请停车 太帅了 这应该是挑战不可能 有史以来最帅的其中一次日常 他们的到来一下子 使我们的规格高了很多 您好 刚才已经认识您了 您是队长 是 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国宾护卫队队长王磊 29岁 共圆满完成了 296场次国宾护卫任务 我叫张壮健 19岁 共完成27场次护卫任务 19岁 我叫王帅君 21岁 共完成7场次护卫任务 邵廷明 25岁 共圆满完成94场次护卫任务 叫陈真 26岁 共圆满完成102场次护卫任务 我叫张安庆 22岁 共圆满完成88场次护卫任务 叫姚鹏 24岁 共完成161场次护卫任务 哇 我叫杨烨森 我叫杨烨森 20岁 共圆满完成14场次护卫任务 我叫王鹏宇 23岁 共圆满完成57场次护卫任务 我叫杨烨森 20岁 共圆满完成28场次护卫任务 我叫陈希瑞 20岁 共继圆满完成73场次护卫任务 好年轻的一支队伍 对啊 队长能告诉我们 你们这支队伍的平均年龄 大概是多少吗 我们这支部队的平均年龄 在22岁 这么年轻啊 是我的一半 国民护卫队挑选队员 不看年龄 只看能力 我们国民护卫队队员当中 平均的身高 要在1米85以上 您刚说不看年龄的时候 我还以为小萨有机会呢 对啊 突然一说到身高上面 1米82到1米89之间 我注意到你们所有的队员 都戴着手套 是执行任务 是始终要戴着手套的对吗 训练的时候也戴手套吗 只要训练一上车以后 我们就要戴上手套 那你们这手套可能用得也挺狠的吧 在我们平时训练当中 基本上平均一周的时间 每个队员就要磨坏一双手套 一周就要磨坏一双手套 我刚才看到这个后面的照片上 包括这个战士的手套 你看 手心部分全部磨穿了 为什么会破损得这么严重 在我们想象中骑摩托车 大老师 你可以试一下这个车 你感受一下这个车的重量 抱起来 我大概把它推到一个平衡状态 我试一下 多少斤 这辆车呢有五百多斤 如果说上肢力量达不到 对驾驶它来说是 达不到驾轻就熟的本领 所以说从实的训练中 练的一些场地科目 像倒车摔车 其实都是家常便饭 也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每次发了一双 崭新的手套 就这样训练一周以后 基本上就都磨破了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他们在这个背后的训练 应该是付出了成千上万次 汗水才能达到 我们今天看到的操作 如此顺畅之路 刚才我们看到 其实整个队伍里面 有一些也是比较年轻的队员 在第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 那个心情是不是特别地激动 2016年5月3号 我担负的第一场护卫任务 当时是特别兴奋和紧张 任务前一边面回顾护卫技能 一边边的晕烫礼服 插拭马靴 这个生怕有一点点的失误 而影响任务的圆满完成 可以说洗车比洗脸还认真 日期记得非常清楚 2016年5月3号 这是他第一次执行任务 这辈子都不会忘记掉了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特殊的任务 2015年9月3日 我们国宾护卫队45名队员 护卫着抗战老兵 之前模范和英烈子女 第一个通过了天安门广场 接受了习主席的检阅 我们护卫的是抗战老兵 他们是我们中国的国家脊梁和民族精神 能够护卫他们 我们作为新一代的年轻的军人 我们感到很光荣 另外 这次任务也是我们国兵护卫队 首次护卫我们国内的人 我们国家也就是想通过这种最高规格的礼仪待遇 让我们这些前辈们 一学奋战的老军人们 感到国家对他们的尊重和崇敬 同时呢 姿势武车的队形 也是我们国兵护卫队历史上 最高的护卫规格 的确 那个时候其实全世界 都在看着我们中国的国兵护卫队的风采 我很好奇 你们的家人是不是也会非常关注 你们每次执行任务的过程 对 每次呢 家人都会很关心很关注我们 平时呢 也是在电视里看到 但是呢 我们都戴着头盔 只知道我们在里面 但也不知道哪一个是谁 大家都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可能很少能够看到你们 现在的这个样子 对吗 对 所以今天挑战不可能 节目组也很有心 特地把我们11位 队员的父母 也邀请到了现场 我们在挑战不可能的舞台上 为大家带来了一次新春的聚会 有请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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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站到你们各自家人的身边吧 这是一次特别的新春团聚 我看到很多战士 在听到家人的脚步声的时候 眼泪就已经出来了 应该也是很多战士们和家人 是好长时间没见了吧 队长 对 像我们的甩军 自从他入伍来了以后 还没有回过家 从入伍到现在你没回过家呢 没有 多久了 快两年了 爸妈是不是也挺想念的 是挺想孩子的 想成啥样 想的时候看看照片 那您平时也看电视吧 比如他们如果执行任务 外国元首访命 就刚开始的时候吧 我就很喜欢看孩子 有的那个 有的那个我不是家里边朋友多呀 有时候陪我一会儿看电视 他们就问我这是哪个是你的儿子啊 我说一样的服装 一样的头盔 我确实也分不出来 但是呢 我看这矫健的身影啊 我心里都非常激动 非常高兴 我感觉这都是我的儿子 旁边的爸爸妈妈们说我们也这么感觉 对 好像除了爸妈之外 我看到那是晨晨 好像你身边那是你妹妹还是你媳妇啊 我媳妇 我还以为今天来的都是家长 所以她是最甜蜜的一个你知道吗 那笑容都已经掩饰不住了 来我们请这个媳妇也说几句吧 你多久能见一面 一年见一次吧 那想念的时候怎么办 想念的时候就看一下照片啊 能像很多年轻人想念的时候就视频一下啊 或者什么 一个星期可以聊一次 但如果他们要是有执行任务保密阶段就不行了 是吧 对 完全联系不上 你们俩结婚多久了 我们是2018年5月3号结的 幸亏 晨晨 给自己的这个摩托车起了名字 我给我的车起的名字叫小白马 因为我们的车辆是大体是白色的嘛 然后又加了一个特殊的意义吧 因为我喜欢姓马 所以说叫了小白马 因为在训练或者在执行任务在部队的时候 也不能经常在一块 我的车就像我的妻子一样能够陪在身边 我看到每一位爸妈都是带着礼物来的 都带了些什么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这次给我爱带来了呼吸 因为我爱在这当兵有七年了 我又七年没来部队以下 因为我晕车晕得很厉害 所以讲就没来 借这次机会呢 我就给我爱带个呼吸 因为自然天气冷嘛 我就叫他把穿上这呼吸保暖好一些 那您这次是怎么来的呀 坐车来的 那您这次也是一路晕过来的 是的 我这次也是一路晕过来的 我们今天给孩子们特意包了饺子 节目录制完 我们陪他们一起吃上热气腾腾的饺子 吃完之后 他们安心地回部队 我们也就安心地回家了 祝孩子 感谢观看 我想今天应该是一个特别的挑战项目 也是一群特殊的挑战者 我想对于这些代表着国家形象 每一次在执行这种外事任务的时候 向世界展示中国风采的热血男儿 我相信他们的荣誉殿堂 在飘扬着五星红旗的每一寸土地上 用我们的掌声送他们进入这样一个特别的荣誉殿堂 国队都有 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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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一幕 我的内心是非常感触的 让世界看到最好的中国景象 是他们的青春梦想 同为追梦人 青春无悔 我为他们骄傲 自豪